那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林子妍 我讀很多會的讀中學 而今年我讀中 是業同月夜長跑隊的一學子 那你今年是不是第一次玩學界 是的 我今年在大學校 考學學界 而是 老師 大師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四成四百 那你對自己的成績有什麼感想呢 一開始我接觸四百 我還是不知怎樣去 拿什麼戰術去跑 而今次我第一次跑 就跑了59秒的成績 我都覺得很驚訝 那你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期望 或者目標呢 我希望在決賽的時候 可以找到麻煩 甚至再快一點 那你會做些什麼 可以令你達到這個成績呢 嗯 可能 可能 要 注重 身體 就是 吸收多一點疫情 喝多一點水 然後 我心 的節奏不可以練 那你一開始 為什麼會接觸前面 都是老師介紹我 一開始 我打算 跑 長跑 可以 接受這個 長跑的挑戰 而老師就看到我 長跑 都成績都不錯 就叫我去看街 試試跑一下 長跑 長跑 好 那最後就 問你 你對 你有沒有什麼想感謝人 我想感謝 都是老師 和我媽媽 因為 她 我本身 是 心 是 可以 跑到長 心 有一點 雜聲 而 我媽媽 都叫我 不要 就是 要注重自己的心 就 她 一直都給很快 支持我 對 對 對 這次 我 都 在 賽事 一天 她都幫我 對 對 幫我打氣 她 在 她 擁抱 她 她 她 又 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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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 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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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棒了